女孩每天都被别人无情欺辱 白天在学校被同学按进马桶里喝凉水 施暴者还嫌弃这样无聊 又将她的丑照拍下来 发到网上去传播 晚上回到家 还要被变态哥哥当作发泄工具 采苦苦地哀求 哥哥不要打自己的肚子 然而哥哥看着他的痛苦 却越发兴奋 这样的生活 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才已经没有了活下去的欲望 第二天 他无精打采地来到学校 又被柜子里的暗器割伤了手指 即便如此才也不敢作声 走进教室 桌子和椅子上 满是散发气味的不明液体 老是见状却也置之不理 他催促着教材赶紧坐下 不然自己没有办法讲课 才只好默不作声地坐了下去 便由那刺鼻的液体 浸透自己的短裙 同学还不时投来嘲笑的目光 下课期间 采去卫生间清理 没错坏同学又来欺负他了 他们将采按在地上踩踏 即便如此 他们还嫌欺负得不够 红毛一把拉起采 将他的头按进马桶里 采痛苦地挣扎 不知道为什么 偏偏会是自己 明明自己叫做采 但是生活却黯淡无光 采幻想着 要是就这么死了就好了 即便世界如此不公 采依然坚守着内心的善良 每天放学他 都会去投喂流浪的小猫 可能是感同身受的缘故吧 采竭尽所能地 想要保护好他 偏偏这一切 又被坏同学看到了 深夜采因为身体的 疼痛迟迟不能睡去 关闭的电脑屏幕 突然亮了起来 上面显示出了 魔法少女网站的字样 采因为好奇 跟着提示点了进去 给予你魔法的力量吧 因为害怕采 赶紧关闭了电脑 第二天 他和往常一样去上学 途中听说铁轨上 压死了一只小猫 他不敢去想 也不敢去看 快速地跑到学校 打开柜子 竟有一把新型的魔法枪 旁边还有一封使用说明书 采怕同学看到 将魔法枪放进了包里 放学后采 又被坏同学欺负 然而 同样的方式 已经让他们感觉无趣 于是变本加厉 找来了高年级的学长 学长看见采兴奋极了 采被吓坏了连连后退 又被红毛一脚 踹进了学长怀里 他们期待着 有精彩的事情发生 采拼尽全力 挣脱了学长的束缚 拾起书包 拼命地向外跑去 坏女孩们并没有就此放过他 他们在停车场里 搜索着采的风景 采躲在车后 吓得瑟瑟发抖 当他以为坏同学已经离去时 此时的采 已经陷入了绝望 但是流浪小猫的项圈 却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棵稻草 许久以来 压制的恨意 让采彻底爆发 他趁学长不注意 从包里掏出了魔法枪 学长还在嘲笑 这是什么新型玩具 当采睁开眼睛 两个人渣已经消失了 回去的路上 看到他们已经死在了铁轨上 采知道 一定是自己的操作杀了他们 回到家后 他叫门反锁 查询着网站的信息 但是网页却怎样也找不到 第二天 两人遇难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学校 而采的内心 也充满了自责久久不能平复 千万不要去招惹笑爸 因为他会把你欺辱到怀疑人生 女主就被他们用刀插进嘴里 想让他承认自己是个杀人犯 但女主其实没有刻意杀人 他只是使用了 从魔法网站获取的魔杖 将要对自己施暴的两个人渣 转移了位置 之后 他们便出现在铁轨上 被碾压了99回 笑爸愤怒地想要女孩付出代价 就在此时 仿佛时间禁止了 黄发少女 奴村走了过来 原来他也是魔女 时间暂停是他的魔杖 他对采说道 至于这样的垃圾 直接弄死就好了 像这样一场意外就发生了 采被救了 他跟着奴村来到街上 果然所有的事物都禁止了 至于采为什么能自由活动 那是因为他在奴村的白名单 奴村告诉采 使用魔杖有很大的弊端 每发动一次魔法的印记 就会消耗 他们的生命值 也会随之减少 直到全身的器官衰竭而死 然而发现 网站获得魔杖的少女有很多 每个人的能力 也都超出想象 他们都是遭遇不幸 从而被网站选中 不过最近有很多魔法少女遇害 除了他们的魔杖 凶手没有拿走任何物品 奴村便和少女黎奈一起 追查凶手的下落 他们称 凶手为魔杖狩猎者 就在不久前 黎奈也莫名地消失了 紧接着 奴村恢复了禁止的时间 孝巴的脖子 犹如喷泉涌出 杀黎奈 奴村说 他并没有危及孝巴的生命 只是希望他以后长点记性 于是 奴村和采杰成了盟友 决定一起寻找魔杖狩猎者的下落 果然采成了狩猎者的下一个目标人物 本来以为可以顺利地解决掉采 没想到在奴村的配合下 自己反被抓了起来 奴村一眼就识破狩猎者就是黎奈 一再恐吓和追问下 黎奈终于说出原因 她在消失前 进入了网站的隐蔽入口 网站的创始人亲口告诉她 在未来的八月 会发生暴风雨 而这个暴风雨 指的是一个秘密计划 当暴风雨来临时 所有人都会被终结 然后重新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奴村本想继续追问黎奈 却突然口吐鲜血 失去了意识 于是 二人将黎奈送去了医院 经过救治 医生说她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身体的各项器官 像老人一样 已经衰竭 奴村知道 那是她过度使用多个魔杖的结果 为了能从黎奈的口中 获得网站创始人的更多信息 他们只能在纱布布里 寻找有治愈魔杖的魔法少女 然而 他们的对话 刚好被笑把听到 她走进了奴村合彩 刚刚出来的病房 看到床前站着一个 扎两个辫子的人 奇怪的是 她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 你好啊 沙里奈 她告诉沙里奈 自己是魔法网站的创始人 奴村合彩 就是通过网站获得的魔力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杖 躺在床上的 也是魔法少女 本来想拜托这孩子 去收集魔杖 没想到她因为使用过度 失去了意识 创始人问沙里奈 愿不愿意成为魔法少女 沙里奈想想自己的遭遇 和死去的朋友 于是接过了网站 创始人的大礼 同时也肩负起了 回收魔杖的工作 获得魔杖的沙里奈 瞬间变得强大 她开始计划着自己的复仇 女孩只是向黑帮贷款一块钱 结果追债人 恶狠狠来到家里 将她父亲活活逼地上吊自杀 母亲和弟弟 只能在一旁哭泣 她悲痛欲绝 想要上前改变什么 可却被身强力壮的男人 摁在地上 警告自己 要是再还不上钱 就把母亲和她 卖到红灯区谈生意 等到追债地走后 她呆呆地坐在电脑桌前 这时候 一个网站突然打开 一个双马尾女孩 声称给她改变命运的机会 女孩已经走投无路 只能同意马尾女孩的话 而不久后 她获得了一条内裤 只要套在腿上 下达命令 就可以把任何人变成奴隶 无论是上吊自杀 还是杀了别人 都不得不遵从 得到裤子的力量后 她如常所愿 帮父亲报了仇 并且自己的偶像事业 得到极大进展 引来无数宅男疯狂追捧 然而 本应该继续蒸蒸日上的生活 却被一个女人给破坏了 这天 她像往常一样 去看望朋友 但打开门却发现 知有的头没了 这一幕 让她从震惊中 迟迟不能走出 可突然背后 传来一阵毛骨悚然的声音 真是抱歉呢 然而 当粉毛女快要得逞时 女孩及时发动内裤的能力 命令粉毛女 举到一半的手 停在空中 她以一种要杀人的眼神 瞪着粉毛女 可正准备命令粉毛女自杀 凭空的能量强 却能隔绝一切能力 两人互相奈何不了对方 只能放弃 但她始终记得 知有惨死的一幕 心里知有为知有报仇的念头 但无奈 没有粉毛女的线索 于是 她与往常一样 开完演唱会后 和粉丝在后台握手 可这时却进来了 两个奇怪的女孩 她们没有和自己握手的意思 反而按下手机上的暂停键 结果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她竟然凭空出现在公园 原来这两个少女和自己一样 也是魔法少女 而手机就是魔法道具 听到这里 她心里很是愉悦 因为好久没有遇到 和自己一样的同类了 当即邀请她们一起做客交朋友 她对这两个人 可谓是掏心掏肺 过紧展示自己拥有的魔法道具 还展示了独特的能力 甚至交谈起 知有被粉毛女所杀的事情 但刚讲完 她们的脸色竟然有些紧张 随即找个借口离开此地 人气偶像很是疑惑 但也没有多想 毕竟她决定要暂时 放弃偶像事业去上学 正好和昨天刚交的朋友一个班 她很是开心 但另一名女孩就头疼了 因为她藏了一个 不能让偶像女孩知道的秘密 恰好此时放学 人气偶像告别所有人 正准备换上鞋子离开 旁边的不良少女 竟然拿出了仇人的照片 而且告诉她 你两个刚交的朋友 早就知道粉毛女在医院 并且他们两个正在瞒着你 当即人气偶像如遭雷劈 立马她火速赶往医院 势必要杀粉毛女这个仇人 然而当她赶到时 却发现粉毛女周围 天然被一层墙壁挡着 根本无法下手 这时候 她突然想起了刚交的朋友 肯定是他们的手段 随后便来到朋友的家里 敲响门铃 她要和好朋友算算账 但打开门的是 好朋友的哥哥 见到她的一瞬间 刚刚还暴怒的身心 立马变得欢喜无比 变态杀人狂盯上了 有孕妇的一家人 在黑夜将其中的男人杀死 活生生剖出孕妇 还未降生的孩子 而血液撞击地板 发出的滴答声 无意间吵醒了 还在熟睡的女孩 杀人狂盯着粉嫩粉嫩的小姑娘 提着带血的刀 缓缓靠近她 等你长大成人了 我再过来找你玩哦 奴村此刻只有深深的绝望 而在杀人狂离开后 她莫名其妙地进入一个网站 竟然获得一个 让时间暂停的魔法道具 虽然对这一切很怀疑 但复仇开始了 她用时间暂停 将杀人狂的四肢束缚 并且准备了无数把刑具 每天把一颗杀人犯的牙齿 最终牙拔光了 不能吞咽食物 而为了让她活着 用营养液维持其生命 但奴村还是觉得 她受到的惩罚太轻 于是又使用老虎钳 将她的指甲拔光 并且在杀人犯的眼睛里灌签 而在复仇的过程中 她遇到一个境遇 和自己相似的招物 结果忍不住出手救了她 之后 他们一起对抗 有杀人倾向的红毛女 在这个过程中 两人的友谊逐渐加深 但奴村因能力使用过度 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刚回家就摔在地上昏迷不醒 招物长时间不见奴村 于是去往她住的地方 却发现奴村早已透支倒在地下 不巧的是 仇人红毛女趁机来此对付二人 她拿出手机凝笑 因为她已经将他们 费心保护的粉毛女出卖了 现在只要解决眼前的两人就行了 随即拿出魔法道具溜溜球 一道冷冽的寒芒 将房子内的一个男人披成两半 在男人死的同时 一旁的黄毛女好像失去了什么 但现在正在战斗 于是她透支生命力 发动钢笔的能力 在医院形成了一个结界 保护粉毛女不被杀死 也在此时 红毛女的手机响了 通知杀粉毛女的事情已经失败 红毛女这回是彻底怒了 她细心算计 却在此刻失败 去死吧 打得正有来有回事 周围的大楼却不堪重负 隐隐有坍塌的迹象 招物手里 有钢笔魔法道具形成了结界 而红毛女只能等待死亡的来临 当大楼塌陷时 红毛女以为必死无疑 等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在教室里 这时候 她回忆起刚才的那一幕 招物用转移的魔法道具 救了自己一命 此刻获救的红毛女 充满了矛盾和复杂 招物和奴村 有钢笔形成的保护屏障 才免受一死 但还是被送去医院治疗 两人同时在病床上醒来 相视一笑 而经历过生死的他们 友谊已经无比深厚 然而 一切正向好处发展时 本应该昏睡的粉毛女 却在此刻醒来 两人顿时如临大敌 但粉毛女不是来战斗的 她特意介绍了 其他地方的魔法少女 得知自己身上的伤势 就是白毛用魔法道具治疗的 招物和奴村 这才放下戒备 接着白毛 拿出了他们那个地方的网站管理 并且就是 她给了白毛可以治愈的魔法道具 但网站管理人的目的 极其不明确 唯一知道的是 管理人不只有一个 而他们正在悄悄 谋划一个大阴谋 最后可能将 现存的所有魔法少女杀死 所以白毛此来 就是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 让所有人对抗 创建网站的管理员 当即 众人准备来一次大集合 女孩 只是站在课桌上 大声狗叫 却被人死死问住嘴 旁边的女同学 看女孩动弹不得 竟然直接脱下她一层布料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举过头顶 让全班同学 见证圣物的诞生 男同学是开心了 可躺在地上的学泽 一脸生无可恋 眼角逐渐流出泪水 直接大哭了起来 然而同学们这样做 仅仅是因为 一条裤衩的威力太过逆甜 只要穿上它 无论下达什么指令 都要遵守 而持有者学泽 与班里的粉毛女有仇 她明显是想要下达命令 杀了粉毛女 但粉毛女 是对付敌人的中间力量 众人为了保存实力 无奈采脱掉学泽的布料 失去力量的学泽 如同待宰的羔羊 只能乖乖听众人的话 去集合地点会合 在这里 不仅有本地的魔法少女 还有其他区域的魔法少女 而此次集合 就是为了对抗网站管理人 他们用网站发放魔法道具 以此来让魔法少女 获得特殊能力 来自相残杀 为了以后的未来 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对抗管理 但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磨合一下 因为这个队伍里 变态是真的多 有使用刀的黑帮大小姐 她只是轻轻对着喷拳挥出一刀 喷拳头还没意识到被劈 就变成了一根冰棍 还有会飞天的卷发妹 几秒就已经绕了地球几圈 更甚至有身体能力 出众的长矛 直接一路火花带闪电 赶到聚集地 然而真正的变态 都是不显山不露水的 一个黄毛 头戴粉红色蝴蝶结 她拥有着脑电波感应 但竟然是个男的 爱好就是男扮女装 悄悄去女厕所 惊艳所有人 众人已经集合完毕 当即选择来一次海边旅行 大家一起将老头埋进土里 然后玩盲猜切西瓜游戏 然而在众人不亦乐乎间 学泽想要回魔法道具小布料 可众人却发现 布料不见了 在场所有人可能都有嫌疑 于是 拥有脑电波感应的 水帘四发动能力 却发现众人都没有拿 唯一可能的就是 有个那一小偷 但究竟是谁呢 商量无果后 众人散去 一定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 因为一不小心 他就会对你出手 男人白天是个 温文儒雅的超级暖男 到了晚上 却成了变态的虐昧狂魔 就在刚刚 他偷走了少女的魔法内裤 并且还穿上 他向男人炫耀 跪在地上的男人 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因为短裤 是他最爱的偶像穿过的 如今却被这个变态的男人 玷污了 所以他想要杀了对方 当他捡起地上的刀 却不由自主地向大海走去 眼看他已经越走越深 突然停了下来 只见他将刀尖对向自己 碰巧这一切被妹妹看在了眼里 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回过头 他不敢想象平时就有暴力倾向的哥哥 如今得到了魔法短裤 会是怎样的后果 恰巧此时朋友走了过来 说丢失的内裤 还是没有着落 他想要说出实情 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 采突然觉得 后背一阵发凉 原来哥哥早已经发现了他 就这样采和朋友们一起坐车回家 在车上 心神不宁的他 依旧没有说出事情 因为害怕短裤被坏人利用 所以大家都住进了小美家里 因为这里不仅有监控 在24小时把守 还有无数个保镖在身边保护 只有红海海独自回了家 刚走到门口 就发现变态男在等他 这个恋爱脑 还以为男人是为了保护自己 没想到下一秒 他就给红海海下达了命令 红海海拼命地求饶 只要能放了自己 做什么都愿意 没想到变态男 直接丢给他一捆绳子 命令他拿起绳子去上吊 话音未落 一记重拳 落在了变态男脸上 原来是刚刚在车上 小青独了彩的内心 知道偷内裤的 竟是他的哥哥 当大家下车之后 操控了善战的小旭 这才在紧要关头 救下了红海海 变态男一眼就看出 是有人在背后操控 于是命令小旭 回去杀掉操控者 没想到 小旭又是一拳暴击 本以为结束了战斗 但却被红海海勒住了 原来早在刚开始 变态男就对红海海 下达了保护命令 随后变态男操控了小旭 让他回去杀掉操控者 小青发现自己的魔法 已经被覆盖 但他还能微弱地 感觉到小旭的意识 重伤小青后 小旭恢复了神志 赶紧把他带到小美家里救治 才也意识到了 应该是哥哥所为 他接过刀子割伤了自己 想要弥补自己的错误 不想害死大家 就在此时 变态男在红海海的指引下 也来到了此处 少女发起反击 却都被他用魔法控制动弹不得 他拼命地吸着彩的血 让身体得到治愈 随即又命令红海 去收集大家的魔杖 苏醒的小青 用魔法成功覆盖了原来的魔法 他告诉红海 现在只有他能解决这糟糕的现状 因为大家都被魔法控制动弹不得 希望红海海能找准时机 了结了变态男 但冲动一直都是红海海的弱点 想到自己被变态男欺骗 还害得大家受伤 他用最后的意识敲碎了瓶子 刺向变态男 不过变态哥还没有死透 在蠕动挣扎着去拿治愈魔杖 可是当他终于拿到手的时候 却被一个透明人踩住了手 随着一阵烟雾散开 变态哥居然消失了 等招物醒来时 看见大家都在围着红海 红海虽然没有了呼吸 但是脸上却挂着笑容 因为红从小就喜欢在台上表演 他觉得能用自己的笑容 带给大家幸福 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变成偶像 但是等回到家里 噩梦却开始了 追债的人逼死了自己的父亲 而追债的人 也没有打算放过他们母女 红海愤怒地冲向了追债的人 但却被追债的人 直接按到了地上 并且告诉他 这就是欠钱不还的人最终的末路 随后魔法少女网站找到了红海 而红海也想借助网站 结束这不幸的命运 看见大家的笑容 也能够使自己变得幸福 所以他成为了偶像 现在他带着微笑 应该是幸福的吧 一个变态能被人绑在地下室 那么只能说明 他遇到了更强的神秘变态 神秘变态表示 既然你这么想成为魔法少女 那么我也只好成全你了 变成灵吧 与此同时 新闻上播报着国民偶像红海的死讯 次日前来参加葬礼的人络绎不绝 魔法少女几人也全部都来到了现场 他哀悼 招物姗姗来迟 表示自己不会再让其他人受伤 或者死去了 他会保护大家的 等到调宴结束 招物突然掏出了魔杖 对大家开了枪 随着一声巨响 灵堂瞬间化作了一片废墟 原来是招物使用魔杖 将大家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随后招物拿出手机 给大家看播报的新闻 众人惊讶之余都在后怕 要不是招物转移了大家 估计大家现在都被压在废墟之下 这一切居然都是管理员的安排 想借此机会将众人一网打尽 可大家疑惑 为什么招物会知道这些事的时候 沙丽娜突然出现了 原来就在之前 沙丽娜已经找到了招物 应对管理员的行为感到极度不满 所以打算帮助魔法少女们 招物还告诉大家 自己打算收集所有人的魔杖 独自和管理员决斗 这样大家就不会缩短寿命 也不会受伤 但是这样的提议被大家否决了 就在招物拿着魔杖表明决心的时候 奴村上去就给招物一个大逼斗 经过一番劝说后 大家终于都拿到了魔杖 大家觉得要捕获到管理员的话 只有在她给新的魔法少女 送魔杖的时候才会出现 所以大家将分成两组 在新的魔法少女家里和学校蹲守 此时招物不由地担心起奴村 因为小宇曾打电话告诉她 如果奴村再使用魔杖 那么她的寿命也将走到尽头 突然管理员哼着小曲出现了 正当管理员要放入魔杖时 李奈举着铁锤就冲了上去 出其不意的攻击 成功卸掉了管理员的一条腿 管理员在盛怒之后 一击将一层楼打得四分五裂 就在管理员要再次发动攻击时 学校的保安出现了 怎么每次送外卖都有你 去死吧蠢货 奴村刚要使用自己的魔杖时 却被招物拦下了 就是在这犹豫的时候 管理员也发现了 他们本以为这波是必死无疑 可是管理员突然被控制住 原来李奈的身上不只有一个魔杖 而招物也趁机使用魔杖 将管理者传送到了天台上 没想到沙里奈早已经再次等候多时了 以防管理者没死透 李奈赶紧又补上一击 可是等到管理者浑身散发一阵烟雾过后 大家惊奇地发现 管理者也是其他少女的化身 就在龙口续响冲刺赶往天台时 沙雪立马开口叫住了她 原来是赶来支援的其他管理者出现了 随后管理者化身108个分身 阻止他们前进 随着一声叹息 好过分哦沙里奈 管理者啪啪就给了沙里奈两枪 作为她背叛的惩罚 原来这个双马尾一直知道魔法少女的计划 她甚至利用其他管理者作为诱饵 想将这些叛逆的少女一网打尽 此时楼下的沙雪也陷入了苦战 小春通过心灵感应告诉了美加里 招物让美加里赶紧前往支援 奴村这时也站了出来 但是还没有等她使用魔杖 就被双马尾两枪打碎了 没了魔杖的奴村 冲着管理员就冲了上去 就连招物也没有拉住她 双马尾看着这无脑行为开枪狂射 奴村本想借着其他魔杖搞偷袭 但是没想到 并没有对双马尾造成什么伤害 也就是简简单单地卸掉了 她的一只胳膊 因为奴村使用另一个魔杖 保护住了大家 所以大家都安然无恙 不过奴村的文章已经消失 这代表她的生命也要结束了 谢谢 接着 奴村便停止了呼吸 招物看着死在面前的奴村 也是崩溃了 奴村的思绪被双马尾 带到另一个时空 并且告诉奴村 她已经被网选中 成为了网站的新管理员 就在这时 招物使用魔法将大家传送走 自己决心留在奴村身边陪伴她 而被夺射后的奴村 也在招物的祈祷下苏醒了过来 不仅身体上的伤快速地复原了 就连被击碎的魔杖 也重新组合了起来 双马尾告诉招物 奴村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伙伴 奴村则是向招物发起了进攻 但是实力相差悬殊 招物只能边跑边躲 另一边的美加里 拉上沙雪就飞走了 虽然这个管理者不会飞 但是架不住他人多 一个个人以堆积迭罗汉的方式 就向着二人追击去 沙雪看见前方的电塔 顿时心里有了主意 就这样沙雪以九九八十一道天雷 终结了这个管理者 而招物这边似乎也打定了主意 随后他拿起魔杖 对着自己和奴村开了枪 魔杖将二人传送到了一起玩耍的海边 招物想在这里唤醒奴村的记忆 但是奴村还是对招物发起了攻击 招物利用魔杖将攻击传送到了大海里 奴村看见落下的水滴 似乎想起了什么 但是当招物一步步向奴村走过去时 奴村却抓起了招物的脖子 而招物举起了枪 就对准了自己的心脏 恍惚间 招物好像到达了奴村最无助的时候 这时候 招物把自己最温暖的爱意给了奴村 奴村终于恢复了意识 双马尾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很惊讶 二人没有死去 原来是招物把自己一半的生命 分给了奴村 随后二人便齐心协力 发动魔杖 把双马尾转移到了一个时间静止的地方 双马尾仿佛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于是又问了二人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是否不幸呢 招物回想着以前发生的一切 我们 不是不幸的